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Y社 雅加达的民众 无论是外岛的民众 有来过雅加达的 肯定有听说过班芝兰 草谷这个地区 这就是雅加达的唐人区 在那里在荷兰统治时期 有很多的华人都是 定居在这个地方 所以到现在 如果大家到了草谷 还有班芝兰的时候 肯定会发现有很多的 华人传统建筑物 到现在还是保留完好 而且在那里做生意 代代相传的一些老店铺 到现在还是以传统的方式 来经营他们的生意 那么适逢雅加达建市 485周年 我们接下来记者 将通过镜头 再次带观众 去走访班芝兰唐人区